女人每天都要把儿子滚进地毯 然后让他自己再滚出来 因为他们已经被变态老头囚禁在地下整整七年 为了防止他们逃跑 老头还特意举肛门换上了密码锁 就连仅有的水果刀也被他提前磨平 他们也曾尝试对着窗外呼救 但根本没有人能听到 七年来男孩从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他只能在黑白电视里学习知识 而唯一能看到蓝天的玻璃也被他认为是外太空 每到周三男人就会带着食物给他们送来 单纯的男孩以为父亲会魔法 每次都能给他带来电视机里才能见到的东西 直到这天男孩趁父亲睡着 想近距离看看妈妈以外的人 可这时老头却醒了过来 至今为止 蔡花一直抗拒老头接触儿子 他不想让儿子和他有任何关联 或许是老头为了惩罚母亲 次日一早就把地下室的暖气停掉 也是这个时候 母亲决定一定让儿子逃脱男人的囚禁 但肛门的密码锁 只有老头知道他们只能另寻他法 很快他就交给儿子外面的世界很大 而他们是被变态老头关在这里的 但七年来的囚禁让男孩认为 世界只有房间这么大 甚至还和母亲大吵着家 然而到了次日 男孩看着阳光照射出来 仿佛也相信了母亲口中的世界 于是母亲直接烧了一锅开水 准备逃跑计划